肾脏是人的五脏之一,具有排出废物,调节体内水、内分泌、电解症浓度、酸碱平衡功能。 肾脏受伤,全身都跟着遭殃,而你平时的一些小习惯,可能正在毁掉你的肾。 下面这几种行为很伤肾,看你是否中枪。 一、不爱喝水,肾脏在进行代谢活动的时候,需要足够的水分来辅助。 所以,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。 二、吃太多盐,肾脏太多盐,肾脏的负担就会加重,从而导致肾脏功能减退,因此要尽量避免食用过量的盐。 三、爱喝啤酒,如果已经患了肾脏方面的疾病,有经常大量喝啤酒,会使尿酸沉积导致肾小管阻塞,造成肾脏衰竭。 四、吃太多肉,吃肉太多会对肾脏造成伤害,每餐肉类的渗入量,因控制在手掌大小约0.5公分厚度,自测正亏。 一、总是莫名感觉冷,二不缺觉还总打哈欠,三、经常不断的打喷气,四、面黑无光泽,有黑眼圈,五、耳朵焦哭,六、总是哼哼唧唧,经常无病呻吟,七、总感觉口闲,八、莫名感到恐惧,九、无缘无故站立,十、身上有腹臭味。 对,做到这九点,护肾保安康,由此可见,肾病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,那么肾脏的这些喜恶,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呢? 一、肾脏泡肉,经常吃大鱼蛋肉,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超标。 长期的高蛋白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,甚至是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。 蛋白质并不仅限于鸡蛋、牛奶、各种肉类、海鲜、豆类及部分营养品,都含有较高的蛋白质。 小郎中,中国居民傻食指南建议,每周吃鱼280、525克,处勤肉280、525克,蛋类280、350克,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、200克。 二、保证饮水,饮水过少可能引起逐毒的滞留,加重肾脏负担,每天饮食少喝8大杯白开水,义冲淡尿液、预防节食等肾脏病。 三、长期喝农茶伤肾,农茶含较高的浮,肾脏质浮的主要排泄器官。 当肌体渗入过量浮,超过肾的排泄能力时,导致浮在体内适机。 滞留肾脏过量的浮,能引起肾脏皮治愈碎至肾小管损害,肠喝农茶会损害肾脏。 四、不要憋尿,憋尿不久会导致膀胱压力升高,膀胱压力反射稳乱和憋尿机功能下降,或者影响输尿管膀胱靠反流机制,导致尿液反流,诱发肾与肾炎,甚至造成肾功能损害。 五、熬夜伤肾,中医认为,白天数摇,夜晚数阴,白天活动养阳,晚上就应该入眠养阴,如果经常熬夜,则不能够养阴,而人体的阴阳就会失去平衡,起而好损肾中的阴晶。 六、科学饮食,多吃黑色食物,黑色食物如黑芝麻、伤肾、黑豆、和手屋、黑木耳、黑米等,便可用来了养肾抗衰老。 在生活中,一定要避免暴影暴食、吸烟、酗酒等,尽量少吃肥肝后味、辛辣煎炸的食物。 七、恐伤肾,调节情质,恐惧过度,耗伤肾的精气,建议日常少看恐怖电影,少参与刺激性较大的娱乐活动。 如果日常难免恐惧,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调节小方法。 八、将双眼轻轻微闭,哼着你喜欢的小曲、精致,或念着诗词,用你的手指有节奏的敲打着桌面,就能缓解负面情绪。 八、注重调养。 生命在于运动,生命在于运动。 通过运动养肾,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。 大家可根据自身特点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,坚持练习,可以达到良好的养肾效果。 九、护后双脚,坚持泡脚。 肾经浅于足底,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气的侵袭,因此,足部要特别注意保暖。 在睡前,用温水泡脚,可以睡下行,不易胜气,安定精神,有助于安睡。 回复2018,领取今日健康独酒定制礼物,今日健康ID,JRJK365中国第一健康VP,科技健康高知社群,商务合作联系。 WonApple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